郭德纲先生的相声大部分人也听不懂 他说的都什么呀下三路的东西 我哪听懂 我得知道多少下三路的知识 我才能听得懂 听不懂 真的 真听 加入了曲鞋 但是在同行业眼中 公式相声依旧是一个笑话而已 曲一届的老人马奇 点评公式相声是这么说的 一个相声 只让一包子到都知道 还公式还算账 S加外等一包子 这还都可乐 除了马奇这样在曲一届的老人以外 真正的相声从业者 点评公式相声的时候 更是颇为的犀利 那您觉得他没点呢 不行啊 我现在两点都不着 真的 在公式相声面前 咱们只配做观众了 是不是 是 不得不说 这就是相声里面捧的重要性 永远的一句话 就能说到重点上面 其次就是公式相声说 你们别在我面前提郭德纲 但是自己却永远绕不开郭德纲 你就比如郭德纲先生的相声 大部分人也听不懂 他说的都什么呀下三路的东西 我哪听懂 我得知道多少下三路的知识 我才能听得懂 听不懂 真的 真听不懂 嘴上说着 自己从来不听郭德纲的相声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在2005年的时候 老两口带着相声 我这一辈子登台演出 公式相声李红业 在后期上演了一个东13楼 内容不能说完全相似 但是也可以说是一毛一样了 其次就是李红业一直在说 郭德纲的相声中 伦理根自己从来不用 但是不得不说的 就是自己又打了自己的脸 你们家有一句祖传的名言 你爸爸告诉你 你爷爷告诉你爸爸 你爷爷的爸爸告诉你爷爷 你爷爷的爷爷告诉你爷爷的爸爸 说什么话呀 我是你爸爸 将伦理根放在公式相声里面 终于成功的逗笑了观众 话就炸了 有比我相声的效能更是更多的吗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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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还有谁 话说 啊 真真炸了呀 废话 能不炸 你给解释一下吧 女逗根 高中喜欢的男生叫太元 他大学喜欢的男生叫责任 在较大有著名的一堂课 选择较大就选择了责任 后来太元选择了责任 这么说太元考上了交代 说错了 太元选择了出国留学 哦 去哪了 请问太元去哪了 好家伙 那谁猜得着这玩意儿 答案就是太元 他确实去的太元 这是出国吗 现场一共笑了1.2秒 啊 啊 啊 哗就炸了 哗就炸了 对 两个人在太阳说 我特别喜欢谈恋爱 你也太即可了吧 你看 只要女生我就喜欢 你比如说 楼下阿姨 哎哎哎哎 阿姨都50多了吧 阿姨啊 有个女儿 那也30多了吧 阿姨的女儿 还有个女儿 还没满月呢 你看 我又失恋了三回吧 什么乱七八糟 笑了10秒左右吧 你说的有点牙齿 是不是啊 有人说郭德纲的话 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 为什么我要听他的呀 他说了好多话 根本就没道理 比如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打破规则 他得是内行打破 要内行才能打破一个行业 对吧 我告诉你 打不破 所有创新成功的人 都是外行 因为但凡创新 他就要把自己原有的东西 全扔掉 有人说了 抛弃传统相守 这就只是左右开工 1400个大嘴巴 有现场的你不用 你被这抛开了 单凭你一个人 你干了过一百多年 这么些老前辈的智慧吗 就懂的都懂 不懂就算了 这种大包袱呢 真的是有的是懂的都懂的 你拿我当傻子了是吗 你觉得是逃错了我的博士 你最后来 你改说相声了行吗 北京一大哥笑谈 教大博士李红业的公式相声 直言李博士不配合 波德纲教版 学历高不代表素质高 大哥您了解李红业的相声吗 我这个在网上看了看 您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他说的不怎么样 他不是一个路子 他怎么能说相声呢 教大博士 教大博士 你学的是什么呀 问题是 你学的是逃错了我的博士 你最后来 你改说相声了行吗 你导弹的博士 你也不能说相声 他那堂博士没关系 他学历倒挺高的 学历高不见代表能力强 对吧 人学历高 有的人学历很高 素质很差 对于李博士在网上的各种行为 北京这位大哥一正言辞 学历再高有什么用呢 既不懂规矩也没有素质 高学历的存在毫无意义 面对网络上任何言语的暴力 显然激怒不到李博士 我爱无知善 我爱无知善 妈呀 你们是否也有一种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的感觉呢 想必大家也是抱着少许希望才看到这里的 但是迎来的确实很几颗星级的璀璨 真的很想忍不住问一嘴李博士 你真的管这叫相声吗 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不玩的伎俩 紧接着更可笑的场面出现了 咱们一起来摆数字 好 一 二 三 相声本身就是通过搞笑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 显然李博士是不适合说相声 很多相声门里的人都说过 这所相声的他就没几个好音 从表面上看也确实是那么灰色 但是要我下了胎 就把这张捞脸往那一放 干脆就不要了的 那也真的是不多 看看这位咒死其中一个 有没有遇到过观众拆包袱的情况 有 怎么办 我们北京人讲话惯的 管住您的嘴 您给我们来点笑声 然后把您的双手举起来 给我们鼓鼓掌 现在这都骂年代了 还能说出来反对跟观众互动这种话 这四位不是窜着尿不适的 咒死半天尿不尽的 现在的观众信仰水平提高的多快 你知道吗 还以为是三十年以前那么好糊弄是吧 也难怪 照你们这网人解票啊 卖不出去 管众解下叉 那都是耐尼 你懂吗 台上台下互动献挂 那才是一场相声最精彩的部分 更是你们象征演员 烟爆现场的告光时刻 真正有水平的演员 都是利用这种献挂出词 臭 对不起 我忘了 伦格尼拉不具备这水平呢 另外伦格尼拉不具备这水平呢 另外伦格尼拉不出在舞台上 他都是在上级领导那个办公室了 怎么着 他让管众闭嘴 你一块点挂了 管众那是以师父 不你知道吗 想让爸爸们闭嘴 你总得有点那额了几额的弯影 你使那个活管众逼你还吃着了 你让谁闭嘴啊 有本事你敢德云瑟那把坏小子塞的 总弄点管众不会的 没听过的 想抛抛不动的 你看看到时候 哪位不管机 老假你们咒子妹拿管众当骂 还要求管众改笑笑 改鼓掌鼓掌 你有骂子哥 如此傲慢 如此孝掌 我看呐 咒俩根 这个咱们今天尽量别说哪个姓郭的人 李博士忽然在直播间谈到 今天尽量不提姓郭的人说点别的 有很多网友立刻就留言 不说姓郭的你还能说谁 不过他还是提到了老郭 还说老郭没有生活经验 所有理论都是下掰出来的 他呢就是没有生活经验 他会说 他说任何的创新都得是内行 还得是内行里的精英 这是没有生活经验的人 瞎掰摆出来的理论 所以同样没有生活经验的粉丝 会非常信这个理论 其实他是没见过 没见过 真正的创新的人 一定是外行 一定是原体系里的外行 为什么呢 因为原体系里面 但凡是内行的人 他有吃有喝 吃好穿好 为什么要做创新 创新是颠覆 创新是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有的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容易出问题的东西 是非常有可能万劫不复的 如果你有吃有喝 你怎么可能会抛弃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创新 只有你必须要生存 你不创新就是个死 正当郭德刚徒弟们弘扬 传播中国传相声的时候 李大博士又说了一些话 让人哭笑不得 李老师传统相声未来可期吗 我告诉你啊 传统相声未来特别可期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等我死了之后 我的相声全部都会列为传统相声 所以你觉得未来能不可期吗 太可期了 这个破格进入驱邪的人 相声界演员不演员 作家不作家的李大博士 又跑出来胡连连 看到这里你们觉得他可悲吗 整天坐在直播间里和网友抬杠 不是这块料非要硬紧 真的诠释了什么叫不务正业 要知道李红叶混迹相声圈多年 没有一个自己的作品 却自命不凡地讽刺那些辛勤工作的演员 太没有自知之明 大家都说他之所以这样是为了碰瓷 增加热度 我给你打不及格 所以呢 我就是说你在这个产生这个超级武器 或者是生产线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师成哪派 或许是大博士看轻了事态 做一个细经比做科研来钱更容易些吧 有网友调侃道 虽然说相声的郭老师没有进博士门 但是有学历的李红叶却没有进相声门 有网友在评论区喊道 我宁愿我的孩子是初中没读完的郭麒麟 也不要孩子读博士成你这个样 红叶的态度总是洋洋得意 以高学历自居 却不知自己在别人眼里早已活成效 话所在相声界有那么一位匪夷传承言 你们也知道似谁 但是我还是要说说 你们还是得听听 在想当初 祖少尔创立相声庞当 自取一名穷不怕 马散利 十二岁白氏 从一八十一载得名相声泰斗 侯宝林 城上请下去尾村镇 将相声带入大牙制堂 果德岗 晚狂拦于祭岛 扶大厦至江庆 以一射之力 令相声齐死挥胜 再创 汇皇并有这将劳胎共 齐碎西闻 十八家乡 桃甲之年出任 取一些防疫大哥执掌 主流相声取一致大权 反散俗 反思却唱高牙 众教育 几度泛云赋予 数次贬过 仨个是某车 显向还胜 几乎命丧 虚弹 岁油 苗粗鲁 带驱神 至强吧 那将劳胎共 也算这相声匪夷 传承人众志 魁首 我们效果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